馬尋力 嚴謙強是騎士出身 2006年掛虛後轉型重商 亦擔任過馬返 依然活躍在馬圈 現在他就是審集成馬房理想回報的馬主 曾經在馬圈中幾個重要位置遊走的他 對於圈中的人和事 自有一套獨特見解 而對於鎮上騎士的發揮 嚴謙強就說 自己覺得張心比己 就算騎士有時有出賽 都很正常 誰人無錯 這麼緊張 一兩秒的時間 去決定你走入 或者你放流 之前可以計劃 但你打算是流的 突然撥不第一隻彈出來 你走到前面 如果你肯定拉回去 你又很多馬迷 人們看到會罵你 有時就有這些情況 這麼緊張的時刻 你太要求嚴格 就有點過分 除非你說 有時 如果你看到明明 你特意走過大灣 或者你又不是很盡力 這樣就會出聲 但也很少 因為事實上自己做的騎士 都知道可能是一兩秒的決定 至於會不會鼓勵年輕人做騎士 嚴謙強就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騎士的行業 真的對年輕人來說 真是最好的行業 現在你自己想想 我自己經常都跟別人說 你醫生、律師、會計師、工程師 你每年都很多畢業 每年都競爭多 但騎士始終來來去 本地騎士可能是十二三個 好像沒有了 只有十八個 你根本是最好的職業 還有馬會也好 現在的制度也好些 你變了又有保障 還有你獎金又豐厚 現在其實很鼓勵他們 那些年輕人 譬如讀書 不是讀得太好 未來想找一個好一點的職業 其實騎士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你人工又高 我們以前那時千七元一個月 嚴謙強從騎年代其中一件大事 就是在1991年的時候 拆騎大乘相 被高東尼在鎮上打了一邊 現在舊事重提 嚴謙強都好不隱瞞 將整件事說出來 他說到了 其實當時高仔是配了自己一邊 但其實完全都不痛 賽後亦都沒有生氣 還說自己其實跟高仔朋友過打Band 嚴謙強提到了 當年他跟賓康學師 賓康就安排過去法國學藝 剛巧高仔當年都在那裏發展 有空的時候 然後高東尼和太太Pauline 都會載嚴謙強去到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馬場游覽 而被高仔打過一邊之後 Pauline都有代高仔跟嚴謙強解釋 就說當時嚴謙強自己都缺乏經驗 跑得衰 走來走去阻到高仔拿位 加上高仔在法國騎的時候 都曾經試過被其他騎士阻擊到之多馬而嚴重受傷 頭部要做手術之餘 還要昏圍了一段長時間 情況都很危急 所以嚴謙強說自己騎晚片出片入時 高東尼就出手提醒自己 他就會試這是前輩對他的提點 真是好看得開 嚴謙強作為騎士出身 高東尼一直都是他學習隊長 也是他偶像 而今時今日 另一位冠軍級的人馬 都深得嚴謙強欣賞 在2017年 嚴謙強太太蔡萬恩名下的炸魚薯條 在騎士賽就是配到這位 俘虜了嚴謙強一個深的騎士 很開心 因為莫雷拉也沒話說 差不多最好的騎士 他又屬於場地的環境 正所謂 懂英雄就更英雄 行內人都一致讚好 你懂貨味嗎